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最小的时候会觉得跟随父亲学这个记忆就很好玩 所以他教我什么我就学什么 但稍微到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发现其实有一些主题跟我们现在大家的生活比较远 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传统东西都不行 一定要很新潮的那些元素或者形象把它引入进来才可以 再到后来也是我最近的阶段 我觉得其实传统也未必需要改变 传统的这些造型它其实更生动 然后它也更能表达一种弦外之音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主观真实 比如说威武 比如说阿诺 这个它都是一种主观的真实 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吧 就是无论说你是要做颠覆性的对传统的改造 还是就是要演习传统 其实它都有它的观众 而且它都需要存在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中国传统 等会儿那个情感再饱满一点 对 李启元他是我的本科的同学 他是从法育系转到我们文化传播系的 OK了 出来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安金颖 我们都是学文化传播的 传播学的 我觉得这个视频还做的还挺好的 你觉得吗 就是有点长 对 就是这个曲线还是看到后面的人比较少 就可以把它拆分成一个小的视频 把那些点编排一下 那这个就是你得把它写的文案 稍微刺激一点 得有两三个钩子 我工作中 我团队的小伙伴给我反馈 就是吹毛求辞 就是会要求很多细节 然后对有一些特定的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 有一些自己的执念 所以我工作上有的时候也是稍微有点偏执的这种状态 但生活里边是一个 让大家反馈看起来比较木讷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这就是我也有的时候我也认不清自己的时候 一方面我又能在一个桌子前面坐七八个小时 在那儿丢着一个作品 然后但是我又挺喜欢去篮球场或者是健身房 跟别人去来点肢体碰撞 我觉得对自己下定义是一个 没什么太大作用的事情 而且它反倒会成为一种框架 觉得好像我是这样的人 我是不是就不能做那样的事 就是会限制你的自由的活着 我们确实也是因为比较年轻 然后获得了很多的偏爱吧 获得了大家的一些关注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地去善用这些关注 让更多人了解到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越来越多的人 年轻人去喜欢去关注我们的传统手工艺 你的作品从有十个八个人看到有十万八万人看 你自己的感受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有很多的这种动力去继续创作 有更多人去监督你 去帮你完成 如果是00后或者05后的话 他们对于纯粹传统的这些选题 反馈是更加热烈 比如说我们做的什么三英战尾部 变脸 山海经等等的这些作品 是他们很喜欢 他们其实对于自己文化身份上 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我需要看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需求其实是更加强烈的 对自己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 越来越强烈的这种需求 然后越来越骄傲的自己说 我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中国人 文化上我也是中国人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机 承担着传承人的责任 我们能不能继续带着这些手艺往前走 让更多的人知道 然后我们能不能创造出很好的作品 去征服这些观众 其实我觉得挑战还是挺大的 从小的一个经验就是 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然后其实我也很迫切地希望 能跟更多的非艺术家们一起去探讨 然后一起在未来的路上去 大家并肩地这样去前行 我希望2024年吧 有更多的青年的非艺传承人 在事业上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 能够加入到非艺这个行当 我们一起轰轰烈烈的大改逆传 熱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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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